同学们欢迎回来 在动词大词之后 我们继续来学习 web框架中的一些实战的东西 现在我们开始来了解一下 请求参数 请求参数简单而言 分成两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是header 这个是prom 这样听起来是相当的抽象 相当的抽象 我们还是结合具体的东西来看吧 那就先从header看起来吧 postman header header我们先点开看一下 header它其实是隐藏在 网络传输中的信息头部 既然是头 那肯定它是第一个被识别的东西 这因为是第一个被识别的东西 所以在header里面 我们往往放入了一些 类似于身份验证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会放入叫 token的东西 有时候会放入叫 API版本的东西 它多被识别 所以header 它负载的信息 就应该是作为识别的用途 但你说老师 我可不可以把用作其他用作 也可以 但是通常来讲我们不推荐 不推荐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如何在grab框架里面去获取head的值 head的值 它经过grab框架的过滤 之后 它会得到一个 类似于这样 类似于promise一样的一个叫header的 headers的一个字点 在这个字点里面 我们会获取token 也可以获取appivation 我们就来获取token吧 好 这样写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 我们的postman里面去跑一跑 这样写好像没什么问题 我们来预测看看 诶 怎么反复的值是空了 是个non 这是为什么呢 token token 好像也没有拼错 tokn tokn 完了 有点找不到原因 那我们就有办法来看一看是什么原因 当然headers是肯定没有错的 不如这样吧 同学们 我们把headers整个返回 回去 看一看 到底里面有没有我们的token和api 请求发售 好 获取了headers 里面有host 主机的位置 user agent 浏览器的信息 catch control 缓存的设置吧 还有 版本 是个拓展 api version 我们的api version token找到了 token在这里 那 好像有点不同的话 过我们token 它好像那个 手字母 变大了 对 headers里面的 所有变量 它在发送的时候 手字母 会大写化 这是一种 诺托命名法 在我们给别人写文档的时候 header也必须遵循这样一个规则 即便我们没有大写 它也会在传说过程中 自动大写掉 它其实是被软件在底层改成大写 在发送的 这是个规范 所以我们在体验header的指导时候 就要按这个规范来走 才能避免出错 所以同时 你要记住 header里面 英语单词的 手字母 必须 大写 我们这一次 再来获取一下 token 来试一下 好 成功获取 了解了header 我们来看一下 在请求的时候的 另外一种参数 叫perm perm 它分三种 queryperm passperm 和fellperm 很难记 真的很难记 我们看一下 对应到postman里面 是整个一个模式 先把我们的请求模式 切换到get 好 把header都删掉 get 把header square 首先第一个 是我们的 passperm passperm是什么呢 其实在上一节课里面 就用了 比如说100 就是一种 嵌在 网址中间的 是网址的一部分 链接的一部分 pass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叫passperm 那么第一种 我们就搞明白了 就比上 100这种 有例子 我们就好懂一点 第二种 queryperm 在postman里面 它是什么样的 它是放在url里面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放一个 我们放一个order asc排序方式 年份 year 拼错了 不好意思 year 2015年 好 像这样一种 参数 它就是放在 网址的后边 用问号的方式 跟原网址隔开 然后用建制队的形式 放在后面 我们再添加一个 它就自动添加了 好 这是第二种 第三种 是什么呢 failperm 它是 gate方法 所不拥有的 而其他的post put和delete 都有的一种 我们切换到post 在这里 就是a 再是个b 再是一个c 再是一个d 在这里 failperm 它会输入很大的值 理论上讲 它是没有大小限制 你可以无声大 你可以在这里放 很长很长的支付穿 那好 老师 你讲了这么多 我有点晕啊 是有点晕 那同学 我们可以先来试一下 先拿一个gate方法 来试一下 对于gate方法而言 它能用的东西 它能用的东西 很少 很少 同一个网址 我们既可以定义get 也可以定义post 也可以定义put 也可以定义delete 它是 不冲突的 名字 名字 虽然一样 但是请求方式是不同的 所以完全不冲突 我先复制这样一段吧 再加上去 我们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可以使用 它通过pump传过一个值 实际上在gloomapp里面 无论通过什么样的形式 传过来的pump 它都会被统一化归到 一种pump上面去 就是pump 没有任何区别 pump 我们来看一下 喜欢的get 或许了 2015 但是 有同学就会问了 像这样的情况 这样是很好 但是 书缺一点什么 也是 如果我要对 这个pump 就是这个参数 检查一下 类型 是否围空 怎么办 不可能全部让我自己来写吧 if pump 什么什么 是否围空 其实是这样的 grab框架 为我们提供了 很好的一个 方式 来检查 grab框架里面 有个叫 pump stool end 的代码块 可以通过它 来约定参数 首先我们先约定 year 参数 我们可以认为 它是必要的 或不必要的 必要的 就表示 我们已经会去用 比如requires requires 什么呢 requires 一个year 我们要求 年份 是必须填的 年份的类型 它必须是 数字 没有的话 可以妥协的地方 同时我们再定一个变量 opassional opassional 表示可填可不填 我们就定一个不存在的吧 月份 它是一个字符 当然如果没填它的话 我们就给它 负一个默认值 那一把 鱼 好 就像这样 一个数据类型的检查 就写好了 当requires的时候 这个变量是不能唯空的 唯空会怎么样呢 唯空它会报错 它会有自己的一套 报错系统 我们等于会儿会在 postman里面看的 而当一个可以唯空的值的时候 我们可以设置为opassional 可有可不有 但是有时候我们为了安全 在可有可无的值的时候 我们需要该设计一个默认值 来保证我们的数据安全 在数据库表设计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会有这样一个经历 有些值我们可以设计为空 但是为了安全 我们可能会给一个默认值 比如这个地方可以为空 那时候我们设计是0 所以这里是同样一个道理 我们到我们的postman里面 去看一下 试一试 mass我们并没有发送任何值 但是它同样给了我们一个map year还是2015没什么变化 我们刚才设置的year 它必须是一个整形 integre 那我们可不可以尝试一下 让它试一个字不算 好我们发送一下试一下 year is invalid 报错 错误400 by request 在这里 grab框架向我们抛出了400的错误 然后反复了一段错误信息 year 是一个不效变量 那当我们删除year的时候 会怎么样呢 year is missing 不见了 所以只有grab自身的框架而言 本身是非常强大的 特别是在类型检查和数据设置的时候 它不仅仅是integre类型 street类型 它有float 还有area 还有字典类型 它都是可以做检查的 这就是get的 create palm pass palm我们就不再多想了 而在post里面的 failed palm 我希望同学们自己下来尝试一下 同时提醒一下同学们 在本课程的百度网盘里面 可以下载本课程相关的章案 在章案里面有相关的作业 还有相关的解析 如果同学们有充满的时间 可以去完成相关的作业 而本节课的作业就是希望同学们 去尝试一下 post方案下的failed palm 有什么区别 正如刚才所说的 grap框架会把所有palm都统一成palms 来处理 所以同学们也不要过于担心自己 不行 更多的是要去尝试 慢慢同学们尝试 不要怕 put和delete都去试一试 感受一下有什么不同 要靠自己动手 好 中场休息一下 回来我们接着讲 想意 我可以试一试 你试一试 试一试